这一支美军小队正在伊拉克塔法区执行轻角任务 他们占据一处废弃的居民楼 用重击枪不断对游击队发起攻击 FUCK YOU FUCK YOU COME ON!COME ON!COME ON! COME ON!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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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 巴特尔用尽全身力气去阻拦了 但杀红眼的队长已经停不下来 刚刚踏出战场的莫菲 看着这一切直接惊呆了 原来在这里屠杀一个平民如此的简单 但他不知道的是 这只是开胃小菜 为了尽快解决这支游击队 晚上的时候 美军发起了灭绝人性的攻击 他们使用直升机 对着目标区域 发射着一枚枚火箭弹 装甲车上的重机枪也从未停止过射击 中尉躲在黑暗中 向众人下达着作战命令 不管用什么方法 都要在黎明以后 撕碎那些躲在棕榈树后边的敌人 天亮以后 他们按照计划穿越整个果园 但一个敌人也没发现 就在众人放松警惕 昏昏欲睡时 对面居民楼上传来了枪声 Fuckin' fell asleep 莫菲跟着巴特尔一股脑冲到了最前线 那里有一扇土墙 刚好可以暂时抵挡飞来的子弹 莫菲根据枪声判断出了对方位置 只用了两枪就解决了那个人 当他向队长报告战果时 才发现巴特尔吓得一动不动 为了证明自己不是松祸 巴特尔和队友立刻探出头来 四处寻找下一个攻击目标 但很不幸 队友被击穿脖子 立刻失去了生命 巴特尔也差点被击中 看着死去的战友 两人吓得神经紧张 瞳孔放大 四肢逐渐枪硬起来 原来死亡离自己这么近 解决了塔法区的暴乱以后 众人驾驶着装甲车开始返回基地 但行驶在一处街道时 却突然收到了提及 我看两句子 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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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在莫菲只是受了点轻伤并无大碍 但这次经历却让她久久不能释怀 在这里她遇见了自己心爱的小护士 于是满脑子开始幻想起来 在莫菲的脑子里 伊拉克的塔法遍布着被炮弹炸毁的残垣断壁 这里的平民不是在生活 而是在无奈地活着 他们这群十六七岁的孩子 放弃学业 放弃前途 被政府强行拐骗到此处 每天不是杀人 就是被杀 莫菲再也受不了这场骗局 但她也丝毫找不到回家的理由 正当两人在阳光下 对战争的可恶展开多方面探讨时 一枚炸弹刚好落在了那名小护士身边 当你心爱的人 暗恋的人 让你魂牵梦营的人 倒在怀里的时候 那种感觉是什么样的 从那天起 莫菲就像丢了魂一样 她不断反思这场战争的对错 自己又为什么要来这里 一个超现实的问题 不断在她脑海里浮现 直到有一天 她再也顶不住了 那天早上巡逻 小队在街道中间发现了一具尸体 敏锐的直觉告诉斯科特一定有诈 她来不及考虑 立刻让小队对死地展开了排查 但除了一个年纪稍大的拾荒者 他们一无所获 随后队长解除了警戒 众人继续巡逻 但不幸的事发生了 就在小队准备撤退时 莫菲失踪了 队长斯科特听说以后 立刻带人对此地展开了地毯式搜寻 但一无所获 为此 斯科特还让二排对此地拉起警戒线 防止恐怖分子把她移到城外 就在众人一筹莫展之际 又再次遇见了那个拾荒者 告诉斯科特 那个美国大兵独自一人向城外走去了 得到了有效的线索 斯科特心里顿感不妙 此时的莫菲八成没了 他带着巴特尔赶紧往城外找去 但殊不知 由于莫菲浑浑浑浑的状态 早就被一伙人强行掳走了 按照拾荒者给的方向和线索 他们很快又遇见一个老者 在他口中得知了 那个美国大兵就在城外不远的废墟处 老头带着两人准确地找到了莫菲的尸体 他死前被挖去了双眼 割断了手筋脚筋 整个样子惨不忍睹 无法用言语形容 哪怕是最亲密无间的战友 也无法目睹他的惨状 冷静下来以后的两人 为了不让莫菲的家人伤心 于是决定上演了一出大戏 他们枪杀了老者 把莫菲的尸体扔进了河里 然后装作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事一样 只要把这件事烂在心里 留在伊拉克 就永远不会有人知道莫菲去哪了 这样他只是失踪 可能有一天还会回到美国 后来斯科特和巴特尔顺利的从伊拉克退伍了 但莫菲却真的消失了 回到家的巴特尔 患上了严重的战后创伤综合症 他开始训酒试睡 有时候还对母亲暴力相向 为了躲避CIA的追查 他离家出走 独自一人睡在废墟上 终于有一天 他也扛不住了 在良心的不断谴责下 巴特尔选择了跳河自杀 就在逆房前的疫苗 他被河边约会的小情雨刚好给救了 死过一次的巴特尔从那以后开始释怀了 他不再躲避CIA 而是主动把这些消息告诉了莫菲的母亲 那个整天在电视上寻死的母亲 不过 他却用善意的谎言 把莫菲说成了一个勇敢的战士 好让他的母亲能得到些许宽慰 巴特尔因为违反军纪 最后上了军事法庭 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而队长斯科特 为了继续保守秘密 选择了吞枪自杀 本部电影改编自诗人凯文·鲍尔斯的小说 他17岁入伍 2004年至2005年 服役于伊拉克战场 他在书中以自己的亲身经历 描绘了深厚的战友情意 和战后不变的失落感 被认为是描写伊拉克战争最好的小说 影片中把那场摸不着头脑的战争 展现得淋漓尽致 当枪声响起的那一刻 双方都丧失了人性 动机 信念 理想和目的 仅存的那一点同情 善良和良知 也不复存在 他们满脑子都是杀人 和如何杀人 已经变成了彻头彻尾的野兽和魔鬼 甚至在战争结束后 这个魔鬼 仍然缠在巴特尔和斯克林身上 使他们远离正常社会 和原本应该亲近的人 小说重点描述了那些 参加过战争的孩子 为什么再也回不到妈妈的怀抱 让人看完以后 欲言又止 又想大骂美国两句 以至于怎么去骂 怎么去形容它 都留给亲爱的观众了 这部电影的哲学性太高 又被导演用交叉蒙太奇的方式 不断使用插序倒序的回忆 让人一时间很难看懂 但当你真正看进去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这部影片的伟大之处 本部电影推荐指数 五颗星 我是初遥 我们下期再见